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路翻来 道路翻来黑洋 作伞的智慧在神前 独立那方式的悲念 想相信大名字不在黑洋 路翻来 道路翻来黑洋 路翻天空落在冰箭 望迹道路 人的山 修乔道舞 漂亮又安全的黑洋 路翻何彩 多见多香 路翻何彩 心老勇敢 路边南飞起我地 水和流云上来 今天灿难回黑洋 说路翻来 道路翻 路翻天空中 宽草心弦 中文字翻 山 宽草心弦 路翻 宇草心弦 一般的传说 把它当作了 劳动人民无穷智慧的理想化身 直到今天 还能启发鼓舞我们 为建设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我看 不大对吧 赵长博士 我看这一处好像太松了点吧 哪的话 你照着我的尺寸做 准没错 好 老青 好手力啊 张博士 你看怎么样 哎呀 谁叫你把这块石头皮得这样小了 这块白玉算没用了 真太粗心了 张博士啊 是你自己早上说嫌这块石头太大了呀 我 这是赵尼的尺寸皮小的吗 可是太小了 没用了 这 一会儿太大 一会儿太小 我看他自个心里都没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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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方氏老爷 来了 方氏老爷 你好 工程做得太慢了 初一就要到了 我们的祭天大会一清早就要打乔生过呀 赵长博士啊 耽误了祭天大事可不成啊 放心吧 绝不会的 桥身马上就接拢 桥面上的几块石头再赶一赶工 准能赶上初一啊 嗯 一定得要赶上初一 是是 走 没用了 走 喝酒去 好 雪儿 他们来了 雪儿 老爷爷 看你不是本镇的人吧 我是过路的 哦 那你得是走累了 就来喝点酒 歇歇吧 哦 不喝了 我还要到前面镇上去找住处呢 哦 我看展摩师啊 自个心里都没数 粗意哪赶到完工啊 哼 我看呐 要就是完不了工 要就是稀里哗啦赶完了 人走多了也得垮啊 要垮啊 要垮啊 那还了得 垮了可不得了啊 哎 要不得也得了啊 老师你们来了 哎 到这边去坐吧 好 哎 车 拿酒去 哎 哎 老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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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姑娘 快过门了吧 又来了 讨厌 哎 哎 新姑娘连身新衣服都还没有着落呢 下月初五怎么过得了门呢 新浪官就是何夕的李青啊 哦 那不正好赶上我们那个石桥造好 可以在新桥上赢过去嘛 好 带人那样才好啊 带人那样才好啊 老爷爷 老爷爷 你还没走 啊 那 喝口酒吧 谢谢你 不喝了 你不是急着要到镇上去找住处吗 嗯 哈哈 现在不了 我要到那边去找点活做做了 哈哈 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 赵师傅 哎 谁 找我吗 啊 我是过路的 寒陈弄完了 在这儿做几天短工行吗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打得动石头啊 哈哈 留下吧 不会白吃饭的 这儿不正在赶工吗 嗯 好吧 这位 哎 贵姓 我姓于啊 明日 哦 于师傅 过路的 想在咱们这儿做短工 帮咱们改一改 你们哪班人手缺就留在哪班吧 但我们开石头这行活腰上得有劲呢 老爷爷 你的腰力怎么样啊 哎 就说这石墨吧 你看多细多圆 当年鲁班师傅给大家造出了石墨 要没有好手力好眼力可不行啊 你的手力眼力怎么样 别跟他老人家开玩笑了 吃饭去吧 走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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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明天自己随便早点活干干吧 那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昨天掌墨师说批坏了没用的这块石头 这个老爷爷点了去当宝贝了 他搞的什么呀 谁知道,也许是给掌墨师打个石凳子做做吧 你又开玩笑了,去吧 这么说批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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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打的什么呀 是坐凳吗 是坐凳 这怎么不是坐凳啊 是给江泰公打的坐凳 四不像 真是个四不像的好宝贝啊 老师老师 我做了几天工 也没有拿钱 张师父 这块石头是你们不用的了 就给了我吧 好吧 你老人家要是拿得重 你就把它拿着走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爷,你怎么上这儿来打石头来了? 哦,那本造桥的都是些年轻的手艺人的,我这个老头子跟他们比不了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走了,这就走了 下点去 哪有活儿嘛,就到哪儿去 妈 对了,刺儿,快拿过来 老爷爷,这给你留在路上吃吧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了 哦,我这块石头也打好了,那就留给你们吧 我这块石头有什么用啊 哦,就留着当个猪槽吧 这是个猪槽吗? 是啊 是啊 哦,你们可要记住啊 要是有人问你们要这个猪槽啊 那你就让他给崔姑娘预备嫁妆 预备嫁妆 不是再有五天就要过门了吗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妈 说猪槽,怎么连个槽也没有啊 没有槽,那叫什么猪槽呢 还说会有人要这没有槽的猪槽呢 这老头啊,可真是个老糊涂了 真是个古怪的老头 这边去掉五分 这边再打去一趟 哎 快 这儿,这儿 哎 方氏老爷 来了 张博士 怎么还没好啊 快好了 就剩下桥上的一个大窟窿啊 啊 什么 还有一个大窟窿 方氏老爷 正在赶了 一会儿就好了 都怪我把尺寸给算错了 正在赶 几天大会 马上就要动身了 是是是 你听你听 妈 快点走吧 出轨的来了 咱们快到石桥上看去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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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了 别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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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塞了 快拿起来 把这打小一点 哎 快 往这儿去点 这儿再去点 哎呀 哎 快快点吧 是 哎呀 哎呀 今天这马上就要到了 还打呀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妈 咱们家的块石头 跟这个窟窿有点像吧 哎 好是有点像 哎 我们家有块石头 跟这个窟窿有点像 你们家的石头 嗯 就是你们赶走 那个老头留下的 那个老头大的石头 你别开玩笑了 不看看什么时候 快打我 好祖宗 快 妈 咱们去把它抬来 这儿 咱们去抬去 快走 哎呀 别拉 别拉 咱们去看 咱们去看 我看 咱们去看 快点吧 你看 已经到了 就铺上一块木板吧 以后过人呢 使不得 使不得 桥上的这个大窟窿 不如石头夹住 这么多的人走过去 会把桥给压塌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快打 快 老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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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石头倒有点露 快把它装上 慢着 那个老头说过 谁要这块猪槽啊 就叫谁给翠儿玉杯架装 给翠儿玉杯架装 行行行 方氏老爷 你看怎么样 行 只要这个石头装得上去 不挡着了忌天 不得罪了天神 什么都行啊 老贾快装上吧 那一言为定了 那一言为定 装上吧 这真是天神显灵啊 那个老头姓鱼明日 他是谁呀 鱼日 这是鲁字啊 哎呀 这不是鲁班师傅吗 鲁班师傅 是鲁班师傅他老人家呀 是他老人家 这就是鲁班师傅 这古怪的老头,那么忙着就走了,叫人就道谢一声都来不及。 你的嫁妆有了。 从江津到无山峡,有千多里路,怎么一转眼就到了? 下水走得快呀。 你在江津,听说鲁班师傅修桥的事吗? 早就听说了,西蜀一带,还有哪个人没有听说呢? 鲁班师傅,这是天生的桥匠啊。 什么人能比得上他呀? 是啊。 哈哈哈哈,我看鲁班也不是什么天生的巧家,听说他的手艺也是一点一点学来的。 嗯,从前他用墨斗在木料上弹线的时候,一个人呢总不行,只好请他娘帮他拉着墨线的一头。 那么他再放墨线,走到墨料的另一头,比好了尺寸,再把墨线弹在木料上。 可是这样,就往往,就往往,就往往做了一个小木钩。 就是做了一个小木钩。 把这个钩,把这个钩,钩在木料的头上,这样就可以代替了他的娘。 那么,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放线,弹线了。 还有啊,鲁班从前抱木料的时候啊,总得叫他的老婆用双手顶着,可是这样,又往往耽误了他老婆防线。 后来,他的老婆也想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做了一个木线,还让鲁班把他钉在板凳的头上。 这样一来,以后再也用不着他老婆用双手顶着了。 这些都是鲁班从前的事了,所以我说啊,鲁班不是什么天生的巧匠。 多学学,多想想,我们什么都能干啊。 哦,船过了三峡就出西暑到江南了,看啊,这风景多美啊。 啊,江南可是个好地方啊。 哎,你们几位知道吧,那儿有什么大工程在造啊? 哎,江南一带在造大宗庙啊,听说工程不小啊。 是啊,要是鲁班师傅知道了,他一定会跑去看看。 哎,你说对不对? 对。 啊? 啊,对对对。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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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博士 张师傅 张博士 早是 明天是清明节 您不带几条鲜鱼回去吗 听说张师母烧的一艘好鲜鱼啊 好吧 给我捡两条吧 张师傅 张师傅 明天到宗庙大喜了 不打点酒喝吗 酒不喝了 明天亭盖怎么上 正粮怎么上 都没想出法子来呢 真丑死人了 钱 别找了 谢谢 谢谢 张博士 你回去了 老刘 他瘦多了啊 听说 他愁的好几个晚上 没睡好觉啊 当个掌墨师 真不容易啊 谢谢 张博士 张博士 我找到你了 好几个晚上 请问赵宗庙是在哪儿啊 赵宗庙在前见 从这儿往西走 哦 这就是明天要上上去的大梁了 哎呀 短了好像有七八尺嘛 嗯 这就是明天要上上去的亭盖 可这么重的石头亭盖怎么抬上去 张师傅 张师傅 谁啊 我录的 能在这儿借宿一宿吗 借宿 我这儿又不是客栈 从哪儿来的 哦 我是从云日村来的 哦 上哪儿去呢 到处跑啊 哪有活嘛 就在哪儿干 干什么活的 石匠 木匠都干的 哦 还是同行呢 好 快点进来吧 请坐 本来同行人嘛 很乐意把你留下的 只是我回家吃点饭 又得上宗庙镜了 没人照顾你啊 哎 我心里也烦得很 明天这一关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哎 什么难关也得过啊 什么事啊 讲讲吧 说不定我这个到处跑的人会帮你想点主意呢 哈哈 你到处跑 听见过像这样的事吗 这儿的乡亲们 要我造一个大的宗庙 正殿呢 要造得又高又大 殿后还要修一座大的亭子 说 一定要用黄金树做正殿的梁 要整块的朱砂石 做亭的盖子 嘿 哪来这么大的黄金树和朱砂石啊 工程嘛 已经开了 料子还没找到呢 没办法 只好四香出了爆 后来啊 果然来了一个老母府 他帮着我们在东山 找到了一块很大的朱砂石 一百多人呢 足足的运了各马运 现在呢 已经把它打成了一个整的亭盖了 四面的石柱呢 也立起来了 但是亭盖这样重 没法子伤上去啊 用人抬吧 人多了站不开 人少了呢 又没有那样大的力气 人也没有那样高啊 再说 那么长的黄金树 就更不容易找到了 好久好久 一个老乔 在西山后 帮我们找到了一株 很高的黄金树 运来一看呢 太短了 太短了 比大殿短了 七尺六寸三 明天是清明节了 是该上梁和上亭盖的日子了 我可一点办法还没想出来呢 急死人了 你哪儿没那么多话 吃了饭快去吧 好鱼啊 好 趁热快吃吧 嫂子都做的这样的好鱼 哎 有酒可就更好了啊 是我打 还是你去打呀 我去打吧 张师傅 给我来半斤吧 来 来打酒了 一定是想出办法了 恭喜你 来了客人了 不是我喝的 账给我记上吧 张师傅 你走吧 嗯 客人呢 哎 客人到哪儿去了 哎 客人 不是在吃饭吗 哎呀 哎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该死的老头 这好心给他饭吃 你看弄得乱七八糟 这不怕罪惯 这老头 从哪儿来的 讨厌鬼 我明白了 真讨厌 你还骂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什么 正凉不够长 两头 融入鱼 衔接起来 不就行了吗 用土 把石柱子 埋起来 填盖 不就可以顺着土锅 抬上去了吗 一日葱 一日葱 一日 不是龙 龙白师傅 没错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龙白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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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toe bored 把 nom 老六 老六 什么事 有事啊 快点 老六 快把伙计们 读叫到桌面那去 快快 快 伙计们 快点来啊 快点来啊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伙计们 有办法了 大家伙快赶吧 楚老刘七八个人留下 剩下的都去挑土 有小杨带着 把土都挑到亭子那去 紧挑啊 紧挑 把那四根亭柱子都给埋了 埋了 都给埋了 我们留下干啥 你们跟我一块做木鱼讲 做木鱼 刚才鲁班师傅来过我家了 鲁班师傅 大家伙快点动手干吧 动手干吧 动手干吧 好 你要不要 过去 不是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正梁不够长 两头加上木鱼 诶 鲁班师傅想的真妙啊 这叫什么 这叫做于台梁 大家看哪 这就是土堆亭 鲁班师傅可真是行啊 鲁班师傅真是仙人下凡 点化了我 真是仙师 不知他老人家还在不在我们这儿了 鲁班师傅 小心一点 碰疼了吧 不疼 师父 鲁班爷爷在江南修宗庙 真了不起啊 他真是仙人下凡嘛 鲁班爷爷要不是仙人 他就能点化掌墨师 土堆亭 余台梁吗 我们凡人干得了吗 我看鲁班爷爷不是什么仙人下凡 他跟我们这些个手艺人呢 长得也是一模一样 只要多学学 多想想 那我们什么都能够干 快到京城了 小学生 什么事 我要杀人了 怎么又杀人了 杀什么人 可怕呀 杀第七个了 为了造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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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啊 他是不是个掌漠师啊 是啊 皇帝要在工程四角上 造四个角楼 一定要什么九粮十八度 七十二条级 连这六个掌漠师都造不好 已经杀了六个了 已经杀了六个了 你看 这位年轻的里掌漠师 就是老掌漠师的侄儿 老掌漠师这一死啊 现在造角楼 现在造角楼的工程 就落在他的身上了 你看他苦着脸 大概肚子里也没什么底 下回就能造榜塔到这儿来了 九粮十八度 七十二条级 哪里有这样古怪的角楼啊 九粮十八度 七十二条级 一下 一下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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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天爷 求你保佑我的妻子儿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腰带是我的呀 哦 是你的 那你被这腰带截在树上 干什么 我 我 我自有用处 你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我会看相的 哎呀 你这印堂发案 嗯 目前有大难临头 酒量十八柱 七十二条几 是吗 是啊 这回死定了 李长老师 你年轻有为 为什么说出这样没有窒息的话呢 来来来来 我再看一看 哎 你的眼神不散 能有解救 你呀 三天之内 再用心的琢磨 一定能想出脚楼里是样的 三天之内 我又琢磨不出来呢 哎 哎 那我再把这个腰带送还给你呀 不是还是来得及用吗 三天之内 哎 三天之内 这不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请 两天已经过去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角楼的饰养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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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难也难不倒我们少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 小弟弟,这只锅锅锅是谁编的? 我姐姐编的 哦 那,去告诉你姐姐,说我要见一见她 啊 不行 为什么? 哎呀,我有要紧的事啊,小弟弟,去叫一叫嘛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我是从鱼日村来的 啊 老爷爷爷,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我想请你编一个锅锅锅锅锅锅呢? 我说尺寸大小 是啊 姑娘 你照着我说的来编 编好了 我要马上送给一个人去 姑娘 这件事可关系着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啊 我是个手艺人 姑娘 你也是个手艺人啊 我们可得赶快打救他 就是那个里长陌生 好 姑娘 怎么样啊 鲁班师傅 心里边坐 啊 鲁班师傅 心里边坐 我先去告诉爹爹 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请吧 鲁班师傅 我的腿残废了 不能出营 忘你赎罪 不敢不敢 我女儿 听说你是从余日村来 又肯那样热心热肠搭救人 就猜出了是你老人家 嗯 谁不知道鲁班师傅 最关心我们手艺人 帮助手艺人呢 巧儿 春儿 拜见鲁班师傅 不敢当 不敢当 请坐 鲁班师傅 你说吧 我们就坐起来 弟弟 你快去拿起高粱杆来 对 我们赶快坐起来 这��鲁班师傅 就atters子迟了 这任何日子 译鲁班师傅 还准备 握他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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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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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班师傅 城里造角楼 听说明天就完工了 是 角楼两个多月完工 这不算慢的 这一完工 明天我就要和先主人告别 再上路了 明天就走 不成 爹爹我们再留他几天吧 嗯 再留几天吧 小弟弟 不能留了 我还要到处走走 和会会天下的手艺人朋友们 我长大了 也要做个手艺人 好 真是好志气 世上有谁能笔笔唱 咱们手艺人 鲁班师傅 你肯把你的本事都交给我吗 行行 都交给你 我是一手也不留 小弟弟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将来长大了 一定不想再造这小小的角楼了 那个时候 你会造出高大的龙宫 天宫来了 哈哈哈哈 弟弟造龙宫 天宫 还得等些年月呢 鲁班师傅喝酒 明天先看我们的角楼吧 杜大师傅 我们干一杯 对 明天就去看角楼 干 干 角楼照得真好 是啊 九粮十八柱 七十二条鸡 干我们这行的手艺人 可真是了不起啊 真是鬼谱深宫啊 太好了 好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啊 哎 游街的来了 啊 李长墨师挂红骑马 游街来了 哎 李长墨师这个角楼造得真好 差一点人头落地 是啊 多亏鲁班师傅送给他个锅锅容啊 真是多亏鲁班师傅啊 鲁班师傅 鲁班师傅 哎 伙计们 快把鲁班师傅请来 这个红花头给他带你才合适 谁是鲁班师傅 那个肩上有搭带的老头就是 赶快去找 有搭带的 是啊 赶快去找 哎 哎 找那个有搭带的老头 对 有搭带的 是啊 哎呀 哎 咱那呢 走 走 走 有搭带的 就是他 是他呀 哎 可找到了 哎呀 就是他呀 鲁班师傅 鲁班师傅 咱们长墨师请您呢 是 快带上吧 鲁班师傅 我 我不是啊 我们知道了 鲁班师傅 你从来就不肯说自己是鲁班的 我我我 我不是啊 我 请上马吧 对啊 对啊 快点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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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啊 我不是啊 你太谦虚了 鲁班师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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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鲁班师傅 鲁班师傅 诶 错了 这不是鲁班师傅 这不是鲁班师傅 不是 鲁班师傅在哪呢 他就在这 就在我们大伙当中 他就在我们大伙中间 老师傅 我们上山去砍树 造房子 你走得动吗 我走得动啊 老师傅 你在城里看见那个星灶角落了吗 可真了不起啊 诶 听说还鲁班师傅打的样子了 诶 造角落有什么了不起啊 将来我们还要造更多 更好的房子呢 更有用 更美好 诶 你不也是个掌墨师吗 诶 要多学学 多想想 我们是什么也能干啊 是啊 说鲁班师傅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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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喝口酒吧 好 谢谢你 不喝了 你不是急着要到镇上去找住处吗 现在不了 我要到那边去找点活做做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 赵师傅 诶 谁 找我吗 啊 我是过路的 完整弄完了 在这儿做几天短工行吗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打得一栋石头啊 留下吧 不会白吃饭的 这儿不正在港工吗 好吧 这位 贵姓 我姓鱼啊 明日 哦 鱼师傅 过路的 想在咱们这儿做短工 帮咱们改一改 你们哪班人手缺就留在哪班吧 但我们开石头这行活 腰上得有劲呢 老爷爷 你的腰力怎么样啊 就说这石墨吧 你看 多细多圆 当年鲼班师傅给大家造出了石墨 要没有好手力好眼力可不行啊 你的手力眼力怎么样 别跟他老人家开玩笑了 吃饭去吧 走啊 那么你明天自己随便早点活干干吧 那太好了 哈哈 哈哈 老爷爷,看你不是本镇的人吧? 我是过路的。 哦,那你那是走累了,就来喝点酒歇歇吧。 哦,不喝了,我还要到前面镇上去找住处呢。 哦。 我看展摩师啊,自个儿心里都没数,粗衣哪儿干得完工啊? 我看呐,要就是完不了工,要就是稀里哗啦赶完了,人走多了也得垮。 要垮?那还了得,垮了可不得了啊。 了不得也得了啊。 老兄,你们来了,到那边去坐吧。 好,好。 车,拿酒去啊。 老刘。 新姑娘,快过门了吧? 又来了,讨厌。 哎,新姑娘连身新衣服都还没有着落呢。 夏月初五,怎么过得了门呢? 新郎官就是何夕的理清啊。 哦,那不正好赶上我们那个市郊造好,可以在新郊上赢过去吗? 大元那样才好啊。 老爷爷,你还没走。 老爷爷,你还没走。 啊。 大元那样才好啊。 大元那样才好啊。 老爷爷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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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